119您好 請問需要救護車還是消防車 快點快點 我們社區冒黑煙 接獲民眾報案有火災發生 119高效能勤務派遣系統除了派出消防車 還能與社會局資料連線 掌握失火建築 哪一層有重廳或癱瘓住戶需要救援 消防局119高效能勤務派遣系統全面升級 找來藝人溫生豪公益演出宣傳影片 第一點 它是可以開始受理多元受理報案 透過這個系統判斷判險跟多功能的偵測提醒 可以更精確的掌握情況 那第二個特點就是它用視覺化平台 就所謂的站儀表板透過視覺化 視覺化通常會讓這個訊息的流動更快速 那判斷更快 那最後就是說它裡面加了很多功能 包括這個空間定位及時偵測 數位及時的資訊傳遞 還有資訊的可變標準等等功能 我想這個在裡面增加都功能 那其實最重要目標就是讓119變得更快更迅速 記者會中主持人問市長柯文哲 是否看過溫生豪主演的火神的眼淚 柯文哲說沒有看過 但卻看過犀利人妻 還說出了經典台詞 那一波眼片我沒有看 那是它前面那個 西律人妻有標準 西律人妻 十年前 十幾年前的 那個市長會退反 我們回不去已經是十年前了 對 就是退完回不去 回不去了 所以從退反那時候印象到現在就對了 那個才是經典年輕 人家現在已經求捨了 首先真的謝謝台北市政府的邀請 然後謝謝消防局 還有謝謝影軍導演 讓我有機會拍這樣好的戲 然後為我們消防同仁發聲 然後也間接成為一個 好像是一個消防形象的團員 然後有這個機會參與 然後把我們這一次這個 做好的一個科技化的系統 介紹給全台灣還有全台北市的市民 消防局表示完善的諮詢系統 需要過去的經驗累積與新技術的加入 導入AI智能及一化運用提升勤務效能 台北市119的服務 也將全面邁向新紀元 記者林錫慧 台北報導